拿著手稿一字一句念 柯文哲帶著壓線亮相的副手人選 星光公主吳欣盈在最後一天登記 柯影配正式成軍 民眾黨小金門陪同壯大紳士 而就在柯文哲登記同時 回憶於副手也牽牌搭檔趙少康 快步向前給趙少康一個緊緊的擁抱 回憶於搭檔戰鬥欄系統 除了穩固三成五基本盤 力拼正藍居歸隊 趙少康的戰力也是關鍵 畢竟藍白河破局 未來叫板場面不會少 但前一天才剛上演完 三方開始大會 過了一晚柯文哲又來呼呼 透露最後一刻藍營還是沒放棄藍白河 既然各走各的路 趙少康也開算 剛剛侯市長他連任大贏對手四十幾萬票 我不想講柯文哲 但柯文哲連任他就落選啊 他只贏丁手中三千票啊 為什麼還是因為一面開票一面投票 菲律整合失敗 有百萬連數的郭台銘 在24號下午2點也正式退出2024大選 解除人退 制不退 一定要贏好嗎 柯文哲還留言 感謝郭等 我們一定會贏 隨著登記截止 藍白正式分手 未來恐怕也免不了上演 互挖強角 三星黃金城 林凱君 正凱中提到